今次想幫這本A5大小的Muji手帳 製作一個布書套 製作書套可以一塊布過 這樣顏色會比較單調 所以我通常會拼幾塊布 今次用粉紅色做主色 配白色和一條米色的拉鏈 因為書套不是很大 有花紋的布沒有選擇超過兩塊 正式的布如果不想那麼單調 就可以買我這種有粒突厄紋的布 準備一塊挺身的皮 一會用來做分隔 今次的紙樣非常簡單 就是兩張A4紙打長拼 擺本手帳上去 好像平時包書般捲著它 將剛才包書的摺痕摺實 會用這塊布做書套的正面 底部頂部大概分別留3.5cm 將紙樣向內摺小塊 用來拼另一塊布 沿著紙樣的外圍在布的底部 畫這個形狀出來 留大約1厘米縫分剪出來 左右兩邊蓋起來我會用這塊花布 這邊就不做拼布 每邊都是一塊過 也是留1cm縫分把它們剪出來 看看完全攤開的紙樣 一個沒有剪裁過的長方形 準備一塊跟紙樣一模一樣的白色布 四邊留1cm縫分 正面的地方就是由這5塊布組成的拼布組合 5塊拼的大小就跟紙樣一模一樣 大家也可以嘗試不同的拼布組合 先將中間這3塊縫上 縫的時候 永遠布的正面對著正面 背面有線的地方就是向著自己 因為要跟著線來縫 用大頭針將它們固定好 上下角縫一行 有衣車的話也可以用衣車 因為是直線所以很容易車 走縫的話就用來回走針布 拆走大頭針 攤開一塊布的正面 上下幫它加一條右的白色雷絲 因為中間塊布的圖案已經很花 所以要選一些優點和簡單的雷絲 這個地方我會用手縫 而不會用衣車 因為衣車的話就會很明顯有條車痕 而手縫就可以藏針布在裡面 看起來就會美觀一點 縫好表面的布 試一下包在本書上看看效果 之後就縫左右兩邊蓋上那塊 面部對著面部用大頭針固定 想在這個位置加個插筆的位置 逢之前就要準備這塊皮 用煎筆去量一下要的闊度 大概6-7厘米左右長度 視乎你的筆有多粗 將皮對摺放在這個位置 手縫或衣車在這裡拉一行 車好之後收一收條邊和剪走多餘的皮 試一下把這邊蓋起來 就可以插筆了 左邊我會做一個拉鏈袋 我要準備多兩片布 它的大小是可以藏在左邊蓋上那塊布 所以小過粉紅色那塊碎花布少少就可以了 這兩塊一模一樣的布就是拉鏈袋的內面 四塊布縫份的位置摺一摺 準備兩塊小的花布封住拉鏈的頭尾 用一行過手縫方式將它們縫上 用雙面膠紙帶將縫合的地方貼上 或者你也可以用大頭針固定 拼的時候最重要是對齊兩塊布的線位 之後再貼上兩塊單巻布在上面 貼的時候是底部貼著底部 面部向著自己 在拉鏈的左右兩邊各車一行直線 車好之後就是這樣 左右兩邊蓋起來看看效果 拉鏈的位置打開就會見到裏布的正面面向著自己 然後就要將這塊裏布三邊封口 一條線U形地縫上 左邊搞定之後翻到右邊 這個位置我會用皮製兩層分隔 分隔的大小不能超過這塊碎花布 畫好一塊皮之後用同一個紙樣 減短頂部的位置 再複製一次落皮底 剪出一塊膏一塊矮一點的皮 兩塊搭起來就是這個效果 拿皮邊有出來封了這兩塊皮的皮邊 兩塊皮縫合的位置 用雙面膠紙固定 隔要縫的位置上面 衣車或手縫這條邊 如果選擇用手縫的話 就要在皮裏預先打孔 用衣車的話就要確保 你部衣車可以車到皮和車針夠尖 兩邊要處理的地方都搞定了 現在就要將最大塊白色布縫上去 兩邊的面部夾在中間 我們看著的是布底 首先要車左右兩邊短一個行 車的時候要對準底面的線 然後封上頂部、底部兩條線 記得不要完全封口 要留一個手剛剛好伸進去的洞 來做反布 小心整理好反出來的角落位和邊緣 因為反轉塊布的關係 兩邊的盡頭都會有少許曲起 我覺得不好看 所以在這兩個位置車回線壓平 放本手掌去量度一量位 先縫有塊大皮的邊 確保有足夠的位置 可以將皮摺下來 用床針布方式去縫這個摺位 這個位置要縫得緊一點 否則放本書的時候就會爆出來 縫好這條邊後 旁邊剛好就是開口位 所以又順便縫上它 再縫同一邊的頂部 最後剩下左手邊的塊 用同樣的方式將上下的位置縫上 對得對的話 拉鍊的位置就會剛剛好對著外面 要縫得緊的話 你可以來回重複縫 或者是每一針雙隔的位置比較近 就可以令書套沒有那麼容易爆開 一個很適合我用的書套便完成了 打開書套 左手邊放書的位置 也可以放幾張貼紙進去 拉鍊的位置更加可以放很多東西 右手邊皮的位置 有兩格 一高一矮 可以給你洩不同的東西 插筆的位置也很方便 可以擺定你平時最常用的一筆 這個書套是根據我平時寫手像 要用到的東西來設計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東西想放 而不知道怎樣做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 我可以單獨教你們畫紙樣 快點一起做吧